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一 最后是9点 撮合是撮31点 今天盘中最多涨67点 那其实指数波动不大 可是今天日本股市很强喔 今天日本股市目前大涨433点 盘中一度大涨到500多点 台北股市虽然有点慢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箱形的整理 我上海报有教过你喔 从这一天开始数15天 当15天到的时候整个整理结束 会再开始充当喔 最近这15天要注意喔 第15天要注意喔 时间一到 行情就会再发动了 时间到就会再发动了 但指数波动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股票强不强嘛 行情类股一直在轮动 大方向没有改变的环境之下 随时都有强势股 出来接棒演出 你看今天指数只有9点而已 今天 环球晶又涨10块钱 中华汽车大涨了8% 你看这波中华汽车 我对这就开始一直讲啊 从这我开始每天讲每天讲 最近又开始喷出了 今天2404汉糖 汉糖也创新高了 整个整理又结束 又要喷出了 所以个股比较重要 个股比较重要 指数慢慢来嘛 别怕太快 走太快一下子指数走完了 那反而不是好事嘛 对不对 指数慢慢来 个股一直接棒一直动 你看今天 三起第1号 大涨7% 三起第2号 起5% 三起第4号 又起5% 然后第3号跟第5号 小涨 都很漂亮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太在意指数 把你的心思摆在个股身上 去找底部的基优股 找底部的基优股做 如果找不到 找零和宴 找零和宴就对 我只买底部的股票 我没给你推官啊 业绩烂的 我也不会让你碰 我们开大门走大道 专门找赚大钱 价格还在底部的股票 我们来做投资 上个礼拜五 美股又继续涨 道琼涨130点 礼拜五最高 36,296点 离历史高点 剩600多点差距而已哦 纳达克非常不好题 也都继续涨 上星期我有你们看嘛 我特别把它整理出来给大家看 这是上礼拜特别给大家看的 道琼即将要创历史新高了 德国哇不得了 一直创新高 德国一直创新高 对德国一直喷出去 一直喷出去 创了历史新高之后一直喷出去 德国今年是负成长哦 它的经济成长率是负成长哦 只有股市标成这样子 我们总体比德国好多了嘛 对不对 欧洲的通膨 有啦 现在有降位一些 可是还是很高嘛 五分也很高的嘛 日本也创了历史新高 印度 创新高之后也一直在涨 台北股市不得稍微 我们是慢了点 因为投资人没信心 走得慢没关系 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 最终是你要加油 最终是你要加油 你看美国德国 日本印度都创高了 我们现在离高点还差多少 一千两百点 我差一千两百点的 会不会来 有没有机会来 一千两百点 里面有多少股票 会飞奔啊 会大涨 所以你用心赶快就对 不要乱乱想 不要胡思乱想 你越是胡思乱想 你越是举其不定 你下不了手 你就没有赚钱的机会 你只要掌握一个原则 不要对管 我们找第一步的股票来买 最高一直都是危险的 市场前一笔 一直在类股个股之间 轮来轮去轮来轮去 起管的人想要买嘛 对不对 主力会下车嘛 你看今天 涨高的股票 就大跌啦 迹象电大跌啦 上礼拜五 外资才调高目标价 外资调高目标价 就今天跌得惨兮兮的 卫胜 上礼拜五发布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 就今天大跌 有什么 你涨高再发布利多 主力法人就会利用那个利多去偷跑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在高档 是不是相对高的股票 就不要去碰嘛 我一直跟大家讲 涨高就不要碰了 我们再去找底部的股票 上市柜有1700多家 用心找一定有 用心找一定有 你手中资料工具不够 没关系啊 我们一起来合作嘛 跟林的燕好好合作 我来车 你来走 我们一起赚 我们一起赢 讲一个便当而已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不要因小事大 不要因小事大 你如果真的那么在意指数的话 那没关系 选举行情 选举行情 part 2 开始即将进入第二阶段 选前一个月 进入选前一个月 行情会怎么走 我教学影片已经录完了 你可以线上收看 想要收看教学影片的 你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联络 跟服务人员联络之后 线上影片看完 在线上影片里面 我拿连续七年 总统大选 选前一个月的行情 让你看 每一次都一样 选前一个月的走法都是固定的 你看完影片之后 你看到前面七次 总统大选选前一个月的走法 你心就定了 你就不会互买太多 自己怎么做 就可以做就对了 想要收看 选前一个月的教学影片的 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联络 上礼拜我美国继续涨 对不对 主要在起什么 我们来看 主要在涨什么 银行股 银行股 涨1% 2% 银行股本来就是大权重的 对道琼贡献是很大的 另外呢 AI Meta 微软 亚马逊 Intel AMD AMD 礼拜四 大涨9% 礼拜五稍微缓了一下 那每超围 大涨6.4% 博通2.3% 灰达1.9% 整个AI 礼拜五表现也不错 最近AI的股票又开始起来了 你看礼拜四也是大涨 礼拜四AI也是大涨 然后礼拜五又大涨一天 但AI的股票 在选股上 一样 管的你不要去堆 管的不要去堆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 高的你占不了便宜的 人们都去那里管啊 你现在跳下去 没肉了嘛 那主力如果一到货跑掉 我都把你拖在上面了嘛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最近美国AI的股票标翻了 微软创历史新高 亚马逊创历史新高 灰达也创历史新高 AMD 涨了一波之后整理完 最近发布了新的晶片 又开始动了 对 Google 也即将要创历史新高了 苹果也快要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美国很强低的啦 台北股市跟美股的互动 本来就是最密切的嘛 对 那美国这些重量级的公司 全部都在往历史新高冲刺 我们要加油啊 加油 要贪多钱 第一部的股票才会贪多钱嘛 管的股票人们都能拖起一波啊 再涨空间利润就受限了嘛 你看AI股票里面我只买一档 跌最深的技嘉 380跌到213 跌到213 没人敢贵 没人敢贵我来贵啊 别人不敢的林和彦都敢 只要我研究过 底部要反转的 第一档我都敢买 其他老师只会追高而已啦 他们不敢低接 林和彦专门低接的 220买进 最低213 我也没有最低点啊 相对低档 220买了 246卖出 11月30号246卖出 张一张是不是2万6 那10张就是26万啊 买10张220万 220万赚26万 没败啊 对不对 来来回回做 因为技嘉很活泼的 当冲很多人 所以他的涨跌起伏 都很大 那246卖出之后 10月30号卖出 卖完之后 上礼拜二掉下来了 大盘大跌 大盘大跌 技嘉跟着大跌 228 国Q都回来啊 228买回来之后 上礼拜二 紧接着 礼拜三就大涨了 礼拜四又大涨了 礼拜四大涨 礼拜四大涨 外资出目标了 300 早不出目标 晚不出目标 213 涨到260了 外资调高目标了 那你要听我的 还是听外资的 听外资都太慢了 都太慢了 上礼拜 外资调高目标价 我礼拜四 我礼拜五 技嘉270卖出 拜五的 技嘉270卖出 技嘉270卖出 外资调高目标价 我顺势逢高卖 那就漂亮吧 230 228买 礼拜二哦 到礼拜五 三天 270卖出 一张四万块 十张四十万 买个十张 230万 你们都有 230万三天而已哦 赚40万 这样好贪吗 就看你会做不会做 看你会做不会做 251 251 251 我们上礼拜五 270卖的 这样漂亮吧 一卖掉之后 掉下来快二十块钱 技嘉 几块钱可以买回来 几块钱可以买回来 这种波动这么大的股票 要赚很容易 可是你做不好 亏损也很危险 所以想操作 让林黑燕带着你做 带你进 我都会带你出 带你进 我都会带你出 这次AMD 发表一款最新的AI晶片 一发表之后 技嘉马上就推出来 AMD发表新款的AI晶片 技嘉率先就推出 适用的 AI伺服器 所以技嘉本身公司 营运是很积极的 是很积极的 这次OTC 涨得比 加权指数快 已经跨挑战高点了 因为环球金的关系 今天环球金又去十块钱 因为环球金大涨的关系 把OTC指数领先大盘 全力充斥 环球金我们当时开始说的 我们市场是就开始在买了 我们400市就开始买了 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 你有买吗 我每天说每天说每天说 不然你买一个看看 买一个仓口看的 有买你就很高兴嘛 对不对 400市涨到599 一张15块一张15万 10张就15万了 五张也好 五张也有75万 就怕你不敢买而已啊 是不是 你看你涨高之后 外资又来了 涨高之后外资又来了 调高目标价694 外资在这里调高目标价 林和苑在这里就开始买了 你听话诸敢买 你跟我做比较快了嘛 对不对 我们440就在买了 涨到580 590 外资调高目标价 跟林和苑操作差了140元啊 所以对我做就对了啊 林和苑永远都是领先市场 带你买底部 事后看到就没用了啦 书后看到就没用了 你看技嘉也是啊 我们220开始买 涨到260外资调高目标价了 太斑了嘛对 环球晶也是啊 中美晶也是啊 我们档档股票 都是领先市场在底部买进的 每档股票都是领先市场在底部买进的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才会轻松如意嘛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会买底部 你才有机会赚大钱嘛 你如果底部不会买 只是一直在追高 那永远就是赚零头 赚买菜钱 那如果套到 我就输了整肚子 这样不行啦 你要改变 像林和苑这样做 我台积电也是 台积电外资550才买的 我在这里就开始讲啦 515就开始讲啦 今天台积电涨了3块钱 跳空缺口没補哦 跳空缺口没有補 这个就是突破缺口 到时候一发动之后 会真凶哦 会往600去冲哦 今天联电 也不错 小涨 外资都买在49块钱以上 我们44块钱就在买了 对 你们每天看我节目 你们都知道啊 权力拼就对了 义无反顾 你没有后路 你没有后路 你没有退路啦 行情一直在走 你能够退到哪里去 还退到要算啊 对不对 你能够全力充斥就对了嘛 我们50% 50%一直在对线 你看选记台湖 是不过对台湖开始做的 143% 你们都看在眼里啊 高的时候卖半 压回来之后 诶 最近又来啊 星期五 高% 今天 又7.5% 选举相关股票 又开始充当啊 吃一顶充当的啦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 今天三组总统候选人 都去投票啊 去抽号码了 谁1号 谁2号 谁3号 那你去抽号码 选举的股票一定要造势嘛 对不对 你看选记第二号 是不是从底部开始 有没有50% 逢高卖半 进入整理之后 星期五再来啊 涨停 今天又大涨3.4% 越接近投票日 选举的行情越热络 选记的股票一定要造势嘛 是不是 选记第三号 那也是第五目的啊 我们是底部买的啊 最近比较弱了一点 反正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嘛 第四号 两日内发动 讲完之后 先大涨一波50%的 展完之后相行整理 我上海派提醒你 两日内发动 15天 14天 15天 double 30天 花了一辈的时间 只有相行整理 这站在上面会很厉害哦 你看到讲完之后 礼拜五马上大涨9% 今天又继续大涨5% 是不是冲出去了 是不是冲出去了 我上礼拜特别讲 两日内发动 有没有 我专门研究时间周期 整个时间掌握 我很有把握 我说两日内发动 怎么开始冲啊 这个北笔才六倍而已哦 我们已经赚了六十几%了 他北笔只有六倍而已哦 会不会赚到一倍 你等着看 第四号这支 有的破好条 想要跟着做的 赶快来找我 第五号 是不是底部的 350跌到210 要买也提醒你了 我们开始买了 我们买230的 我们买230的 买230 是不是又来了 280 230 230去280 一张五十块 一张五万 十张就五十万啊 买个十张台230万 你都有啊 230万两个多礼拜时间 赚50万 你开不开心 完全印证给你看的啊 让你看到我们怎么操作啊 代进代出 上礼拜里里要败败 卖完之后 哎 马上掉下来270 有没有代进代出 买我又买都回来 下来我会再买回来 跟着理念一起操作啊 对我到底走 对我到底走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想要收看 选举行情 PART 2选前一个月 走势的 电视教学 线上教学 想要收看的 等下广告的时间 跟我服务的人联络 今天的广告 休者马上回来 本集见 欢迎回到在庆场 今天最后是涨34点 日本大小500几点 要加油啦 我们这经历已经要继续了 整理已经快结束了 所以底部的股票 要护得快哦 后面会怎么样走 这个礼拜会开始正式进入选前一个月 进入选前一个月会怎么走 想知道的 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联络 来收看线上教学影片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选前一个月会怎么样走 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赶快拼作对 要拼才会赢 找底部赚大钱的股票 林的燕一直都这样在做 你们知道 你看金鼎 赚两个股本 一百七开始买 我们只要开支付的 有没有大赚 会买底部 你一定就赚大钱 威强店 是否第一步 我是没跟大家说的 是否大戏 最近押回来 好机会哦 外资喊到一百零四 一百零四也没什么 一百零四本一比也不过才十一倍而已 对不对 今年一股大概可以赚到九块钱 创历史新高 党党股票都是从底部开始跟大家推荐 带会员开始买进 中华汽车 八十六块钱 我再开始提醒你们了 九产洲是不是开始涨了 一百零七卖一次 拉回来一百块钱再买回来 一买回来之后 被纳入 负食成分股 外资开始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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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吃败的 吃败的铁 买回来又买到回来 纳入负食成分股 外资开始追了 你看外资这里才买 我这里就开始买了 这里还做差价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带我这样做得没错 上海派跟大家谈 AI下一个重点是什么 软体开发跟资安要注意哦 打了五个月的底部 哪一支 微软 124买进 129买进 是不是又买的带簿的 连续四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是不是买在底部发动了 四个月底部刚完成而已 还有好几档我没有时间讲 林的燕一直这样做 带着你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很容易达成 全力一起来合作 讲一下便当 想要收看选前一个月教学影片的 等一下广告时间 打断进来 更服务人员联络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